好接下來我們來看到第二題 他說若某一個正N邊形的外角度數為20度 那要求N是幾 N等於多少 也就是問他說他是幾邊形的意思 那我們都知道不管他是幾邊形 他的外角度數核永遠都是360 那正N邊形呢 因為他每一個外角一樣大 所以我們就只要把這360 平均分給N個外角就好了 所以他的外角度數 他的外角度數理論上 會等於360度除以N個角 那既然題目已經告訴我們說 他的度數是20的話 所以這N分之360就會等於20 那我們要求這個N等於多少 那把N移向過去 20移過來 我們就可以知道說 N會等於20分之360 那一除下去啊 N就會等於18 所以我們就知道他是一個正18邊形 這樣就完成了 所以這單純是一個這個正N邊形 內型外角的公式的用運用而已 就進來aways